也有国小学生以兰语传统舞蹈方式 欢迎迎从关岛来的三位茶墨洛族访客 在台东沿海与原住民主人文化交流后 茶墨洛文化艺术工作者三号来到兰语 首站拜访也有国小介绍茶墨洛族人 使用椰子壳的传统器皿 学生说见到茶墨洛族人 不像见到自己家人一样 我觉得他们很厉害 就是用自然生态的东西 来做成很多日常会用到的东西 我觉得他们很热情 就跟我们一样 就是很开得放 不像是他们不太像是外面来的人 就像是自己的家人一样 以椰子素为主题 茶墨洛族讲师语言由国小 兰语中学同学进行文化交流 分享内容结合了文化内涵与编织记忆 使前馆表示 请问国际公益文化交流活动 关注兰语 关岛两座岛屿之间 相关的文化元素应用 透过合作方式 分享文化应用知识和传统在地的思考 茶墨洛族讲师鼓励孩子们学习并传成自己的语言 因为那是日后与大家分享自己族群文化时最重要的基础 大物语有许多单字 跟茶墨洛族一模一样 双方有非常多相似处 蓝鱼岛本身也具备发展南岛国际交流的优势 期待未来有更多文化交流在岛上举行 原是新闻小马里 大顺台东南语采访报道